徐伟左与黑人右搭档主持七年建立好默契 翻设自徐伟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家喻护嫂的英文补交名是徐伟 2011年起和黑人陈建州共同主持TVBS节目上班 这档是黑人的无厘头和徐伟正经的老师包袱 长插出火花两人节目上唇枪舌战 拥有一批铁票粉丝不料徐伟今30日突然宣布要离开上班这档事 在脸书向观众们道别 徐伟在脸书上表示因为徐伟英文要在中国开创新版图 明年起加盟的新事业也将展开 只能忍痛离开上班这档事 他表示自己将在2018年成为空中飞人 无法兼顾每周固定的录影 并感谢电视台及制作单位的栽培和体量 最后还特别感谢黑人 徐伟透露两人因为节目建立了革命情感和珍贵友谊 而黑人事先也送上徐伟最爱的甜食马卡龙和卡片 当作道别礼物 徐伟透露卡片的内容让他差点泪 大赞黑人文笔很好 黑人也在徐伟的帖文下留言 表示与徐伟七年来的合作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也在徐伟身上学到人生经验和智慧 黑人还说知道徐伟会有这样的决定 虽然不舍还是绝对祝福他 网友也纷纷留言好突然啊 舍不得 徐老师不能看你们两个唱双簧了 徐伟表示明年 岂不在主持上班这档事 表示自己是忍痛离去 翻设字徐伟脸书